斗罗大陆小五的第六魂环是怎样获得的 看到魂环的颜色比比东都羡慕 斗罗大陆是一部人气非常高的国产动漫 本来小说就已经用了一定的粉丝群体 改拍成动漫之后人气更是居高不下 剧情是围绕着甩和切怪 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展开的 除了男主唐三的天赋一柄之外 其余的六名队员也都是很难的怪物 是魂世界的佼佼者 女主小五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自身是魂兽 所以修炼起来是非常快的 前期根本不需要修炼魂力 虽然魂兽也不需要猎杀 弓环就能轻松获得 魂兽大赛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39级 后来在突破60级的时候 获得了自己的第六魂环 其实也就是他魂兽本体 到达10万年附带的本命魂环 而且是一个10万年级别的红色魂环 要知道魂殿的教皇比比东 当他展示10万年红环的时候 表现还是十分骄傲的 得知小五的第六魂环 既然来的如此简单 肯定骄傲不起来了 要知道 追上一头10万年的魂兽 难度不比追上一位封号的我小 而且比比东 作为动物道路上 第一个成功克制双手武魂反射的人 自身天赋很强 但也是在第七魂环的时候 才拥有的10万年红环 看来魂兽有魂兽的优势 这可不是魂师比得了的